修行在哪里修呢 就在人 私 物在这里的修 修什么呢 修如如不动 修不起心不动力 修不分别不执着 正功夫 只要你真正能做到 我六根在六成境界里头 不起心不动力 不分别不执着 整个宇宙 过去现在未来 没有一样你不知道 一起心动力就不知道了 我们现在养成习惯 坏习惯 什么坏机会 起心动力 佛给我们讲了 我们听懂了 但是想不起心不动力 做不到我 他自然起心动力 这个麻烦就大了 那么佛有方便 教导我 先不止住 从这里下说 有起心动力 有分别 先学不止住 再学不分别 最后再搞 不起心不动力 分成三个阶段 也就是 先正阿罗汉 在正菩萨 最后再成佛 分三个阶段 虽然三个阶段分 好像是有下手之处了 其实还是很困难 搞几十年 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职责没放下了 那我们要有高度警觉性 职责没放下 就是你决定 不能离开轮回 你要知道轮回苦 轮回苦不堪言 天上人间不究竟 这个时候 我们要是遇到尽忠 遇到阿弥陀佛 那真叫得救了 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它有它特别殊胜的方面 你看佛有方便 把它分成三个阶级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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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分成两段 不用 祝佛如来讲的三段 它用两段 第一段 到它的道场去 它的道场是极乐时期 到这个地方去 条件很简单 你要用真心 要用真诚心 要用公积心 为什么 诚就灵了 就起感应 不诚没有感应 试出世间法都不例外 真诚心 跟它起感应 到就 恭敬心 你就肯真干 我真相信 有极乐时期 真相信 有阿弥陀佛 一点怀疑 这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我真想去 我真愿意去 现在这个世界混乱了 有人问我 哪里好 我告诉他 极乐世界好 我们移民到极乐世界去 这个好啊 你看 有心 有愿 往生极乐世界 条件 就具足了 第三个 老实念佛 什么都不想 我一天到晚 你阿弥陀佛 我走路 一步 一距佛 行住作物 心里头的佛 念念相续 不间断 往生到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这第一个阶段 成就了 圆满了 到极乐世界 接受阿弥陀佛的教会 决定一身 证得究竟 圆满的佛 欢迎句话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得到 成佛的保证 保证你 一身成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